台中市18日发生民载火警酿成三死一伤惨剧 其中重伤灵性女童为彰化宪明 副县长周志忠会同社会处教育处及学校家长会长等人 20日前往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为女童集气加油并慰问家属 祝福女童早日康复 女童的青窗可能会比较要注意一下麻醉一下 青窗的部分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注意的 但是我们医疗团队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林小妹妹 目前林小妹妹的状况已好转 生命迹象也趋于稳定 院方协调社工团队协助林小妹妹复原心理创伤 同时县府亦将持续追踪关怀伤患及家属最适切的照顾 协助家属走出伤痛 公益频道张华允台中采访报道